主播目前记者人在香港 李文告别车最新现场 现在呢因为李文他已经 临车都到了这个 歌连很小的火葬场 来进行火化仪式 他们在刚刚的时候呢火化仪式已经结束了 那原本在灵堂的时候 他的老公布希是没有现身的 不过到火葬场的时候呢布希是搭着 整个私人的轿车已经来到这边 那仪式在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呢 布希是从火葬场出来 那么粉丝呢是非常的激动 冲上前去包围布希 那可以看到呢其实布希有一个保镖 护住他的头 那粉丝这个又哭又喊 还有粉丝很激动的说 布希还我李文叫布希去此等等 激烈的词言 那场面是一度陷入了混乱 而我们有媒体呢是询问了布希说 最后有什么话要对李文来说 那布希呢他是回答说 我爱李文我的一生都爱李文 那布希这样的说法呢 其实是让粉丝真的非常的激动的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不是害死的李文 导致今天这样的场面 那粉丝都没办法接受 整个冲上去包围布希 而且还追车 追了一段好长的路 那么最后呢 其实场面是终于在布希把车拆离开之后呢 整个粉丝才放弃而离开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场真的非常的混乱 一度好几步记者都被推倒 那场面真的十分的失控 一看到粉丝呢 因为这个李文告别式的情绪呢 都很难以为移动的 所以布希来叫骂乌汗 那么以上就是香港最近的情形 把时间镜头叫喊同类